有這麼多次的也有今天剛來參加的 那關鍵數據網的終止 大家要請楓明輝老師講好了 那我這邊只是簡單來講為什麼會有關鍵數據網 他中長期要做什麼 那一樣今天非常謝謝我們可以跟維基百 中華民國維基百科美理協會 還有393公民平台來合辦 今天是房地產議題工作坊 那後面每兩個月會辦一次工作坊 後面還會有跟維基百科跟醫療盟談醫療勞動 然後會跟環保組織相關的談氣候跟環保 大概7月 那後面還會再跟3939月10月會再談一次財政 現實財政運動指數 那11 12月應該還會跟農政綠政 女畢黨的談農業議題 這是今年的預定的schedule 那我們大家是希望說在大家第一階段 我們謝謝各領域的學者來無常的做小獎之後 第二階段大概2點40到5點 我們是會去討論做公共議題的討論 那這是一個工作坊不是單向的演講 所以我們需要的是大家公共討論之後 希望大家能夠盡量參與維基的書寫 也許今天一個人兩個人 大家開始啟動去寫一個條目就好 不用完善但是有一個啟動 那慢慢慢慢這些對台灣各領各議題 各領域重要的問題跟客觀數據 就可以慢慢寫在不管是維基百科或者是關鍵數據網 那很多人更容易去了解台灣的問題的爭點所在 我想這是台灣下一階段最需要的東西 對那關鍵數據網也公布了 昨天開始也發展新的模仿在於資深指導者 各領域有好幾位海內外的各領域的教授 包括副教授、助理教授還有中研院、工研院 甚至還有沒有寫出來中研院、台積院的研究員 海外的一些德國、英國跟美國的夥伴跟博士班學長 所以其實當你希望想要研究是問你的朋友 即使你是碩士、你是出社會的人 你想研究是台灣各領域的問題 這邊其實都有些無償的資深的指導者 可以給你提供方向跟與協助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剛啟動的動作 後面能夠對台灣產生更多的貢獻 對那工廠節目時間結束了 工老師有喝喝喝甜嗎 有 那我們直接就直接來歡迎那個花靖群老師 來開始今天第一階段的小獎 大家掌聲鼓勵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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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很多東西這裡要講 大家今天很榮幸 被邀請來講這個關於不動產稅的問題 當然要講不動產這個議題 其實真的包容萬象 非常非常複雜 那稅的這個部分的問題 相當程度上 它是造成台灣房地產市場 或居住困難 這個很根源最大的一個核心問題 但是這個稅的問題呢 本身就夠複雜 那我今天所講的部分 只是針對這將近一年半年多來 財政部在推所謂的不動產所的稅制改革 這個部分就一些內容 那這裡面當然會包含一些基本觀念 或者是財政部它現在的方案 以及可能改變的方案 和這裡面的調整的一些討論 以及這樣的一個制度下去之後 到底改變了什麼 到底改變了什麼 那時間不是很多 一開始當然我們談任何的政策 或制度的改革 其實一定要談所謂為何 在整個不動產稅制的這個問題底下 其實當社會上發出了很大的聲浪 政府部門接受到那個壓力 其實我們可以想一想 社會上所發出的那個聲浪 其實在稅這個部分的概念 很可能的概念是在說 我過去十幾年來房地產這個大多頭行情 好多人賺的好多錢 卻繳了很輕的稅 所以非常的不公平 其實是這樣一個概念下的一個東西 當然 那道理 它繳了不輕 以及那該給它多重的 合理的說服才是對的 或者是哪些人 哪些過去賺到錢的人 該被放進現在這個稅改制度底下 真的被剋整 我想這是一個 在制度設計底下 就會有很多手法去調整 或變換的一個概念 所以說當然這個東西裡頭 其實在現在我們講 承認過的制度裡頭 這個日出條款這個問題 是一個關鍵 當然我們再來說 因為這個他就是說 過去賺到錢的人 他未來賣房子實現利益 到底會不會被剋到 比較重的 那到底有多少 還是說 因為以財政部的概念是 以後買房子的人賺到錢 才要科普到中間 過去買房子的人 未來賣房子實現獲利 他還是用舊的制度 這其實就是一個非常值得 大家討論的一個話題 因為這裡面包含了社會的概念 社會的觀感 包含法理上面 可不可以這樣做 以及包含了不同的做法底下 對於整個稅收 或者是多少人 會被增加稅補 膠膽都在那裡 另外一個問題是說 大家都認為說 房地產短期炒作很討厭 所以我們過去有奢侈稅 但是呢 就現在的概念底下 當財政部的所得稅制 立法完成之後 奢侈稅會同步退場 所以它背後存在一個交換 存在一個制度的交換 那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交換 以及在這個交換底下 哪有小的幻想 這都是一塊一塊要去澄清和探討 那當然另外一塊是 財政部主或者是很多財政學者 甚至社會上很多經濟學者 都沒有 建立制度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過去幾十年來 都沒有制度 如果說這一次 我們只是把制度建立起來 我們先不要管 現在建立制度的當下 它能不能創造 立刻創造 租稅公平 租稅正義的效果 而是說 我們未來可以創造 租稅公平的效果 那是這樣大家滿不滿意 還是說 我在立法的當下 我就要立刻可以創造出 一定程度的租稅正義的效果 所以說就會有一個討論 就是說 我們只是以建立制度就好 作為目標 因為說實在話 幾十年來 很多次很多人 都想建立 對的制度 但是呢 我們過去因為房市大權 因為官商勾結等等的原因 其實毫無建立制度的機會 那建立制度本身就是一個獲勝 沒有錯 這是對的 但是在現在 在當下的這種社會氛圍 和民眾的壓力底下 我們只要這樣而已嗎 還是說 我們要多要一點 我們要立刻 有一些租稅公平的效果 能夠被實現 我想不同的人 會有不同的想法 當然另外一個部分是在說 這個稅制 要簡單就好 還是說 我們讓它稍微複雜一點 因為簡單和複雜之間 有一個有趣的交換是在說 所謂的複雜一點講的是 我們就把這個所得 房地產的所得 納入綜合所得稅的這個制度裡面 那它就有 賺的少的人 稅率比較輕 賺的多的人 稅率比較重 的這個關係 但是呢 在這樣的制度操作底下 它會比較複雜 因為它要做年度總歸戶 所以賺的人 你一年買賣多少筆 你要先結算 你今年賺的總共多少錢 然後到第二年 再來繳稅 這是一個比較複雜 但是可能比較公平的做法 另外一種叫做 我們就簡單一點 可能大家通用是25%的稅率 你一買賣的時候 計算你這一次買賣賺多少錢 那我就課利20%的稅 這叫做最簡單 但是它當然就不那麼公平 因為呢 在所得稅率的結構底下 我可能賺很多的人 我要繳45%的所得稅率 但是當單一稅率的時候呢 賺很多的還是繳20% 那反過來講 本來賺很少的 我可能只要繳5% 但是因為單一稅率 我又變成繳20% 所以它就會出現 叫獲利者之間 或投資人之間的 結貧即富 就是有錢人比較少 賺多的角度比較少 賺少的角度稍微多一點 這就是取捨 這就是一個 當然 有一派人認為說 我們要為長期來建立理想制度鋪路 這一次我們就只踏一小步 有制度就好 我們剛剛講的很多很多的理想 不管是公平 不管是合理的瞌睡 我們未來再慢慢改 所以你會了解到 在這個制度的變革 或討論的過程底下 其實社會上不同的專業者 不同角色扮演的人 他傳遞出來 其實都有他道理 他的話都有道理 但是我們怎麼在這麼多的道理底下 去調整出一個 社會大眾也可以接受 運動改革者可以接受 然後呢 政府部門又推得動 在立法院又不會被這些立法委員打嗆 的一個制度 因為終究 好不容易有了這樣一次機會 真的是好不容易 在財政部的一些 或者某些財政選舉的觀點裡面 這一次財政部的這個稅制改革 可能是中華民國有史以來的稅制改革裡面 排前三名的重大改革 在他們心裡面是有這種價值的 所以說我們怎麼樣去拿捏 確實不容易 所以我剛剛講到 其實在稅制 說不動來所得稅的稅制 比較有好多個邏輯 並入中華所得稅的邏輯 然後依照持有時間長短來區分高低 短期稅比較重 長期稅比較輕 用時間來分 而不是用你賺多少錢 來分離 你要負擔的稅率 當然 另外像中紀委 老師或張建宏老師 他們有提到 又稍微再複雜一點點 有點結合這兩種東西 的那個制度在裡面 當然還有另外一派 就是像林權 他也是當做財政部長 現在是民進黨最主要的 稅制的規劃者 他認為 擔任稅率就好 那當然這裡面 大家有提到 其他有好有快 兵務中所稅是最公平的 然後以財政部現在的方案 他其實是第二種這樣的方案 就是 抑制短期的部分 短期的稅比比較重 長期的稅比比較輕 但是他就有解副激平的這個效果 其實擔任稅率也有 鄭聚威跟張建宏老師提出來稅制 本質上來講 他兼具了這兩個優點 又能夠避免他的缺點 可是超級複雜 非常複雜 所以說在跟社會溝通底下 其實也有他的一些困難 所以說當然 不同的制度 其實世界各國 都有相關對應的經驗 所以說大家都不是亂說的 因為真的有國家 而且還是先進國家 真的就這樣做 所以我才說 這種制度的好壞 其實他不是說誰好誰壞 而是什麼 我們這個社會上哪一種制度 認同說就這樣就好 那個比例高 那基本上可能我們暫時就是往這個地方走 比較難去堅持說我一定要非常的公平 因為堅持非常公平的這個東西 他背後的溝通代價 或者是制度能夠往下推動的代價 或許會蠻高的 好 大概先再跟大家說明一下行政院法 現在的重點 他的課稅對象當然是房屋房地和可建築土地 這又代表農地一樣不納入 不是一樣不納入這個新的制度底下 講個小故事 就是說 在這個制度剛開始要推動的時候 財政部召開了好幾次會議 部長每次都會說 他為什麼要推這個制度 因為在一兩年前 他一個朋友在桃園賣了一塊農地 賺了二十六億 然後跟他嗆聲說 部長我賺了二十幾億 但是抱歉我一毛錢的稅都不用繳 所以部長覺得 哇我堂堂部長被你這樣嗆聲 怎麼可以呢 所以說我們要來改這個稅子 但是改到後來搞了半片 農地還是一樣就繳稅 當然這就是背後是另外一個政治性的問題 就是農地的 不管任何的管制或者是說服 在台灣社會 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敏感的一件事情 所以說就政治人物的角度而言 能不碰 他盡可能的不要碰 所以我們看過去不管是奢侈稅 他也不敢碰農地 現在的這個 他也不敢碰農地 但是我們也都知道農地的不正義 其實是很嚴重的 當然這個不正義可能是 可能是一些圈地 土地徵收等等 但其實在徵收完或圈完地之後 那個炒作背後 其實有另外一方面 稅上面的不公平或不正義 另外一部分是 當然他不碰土地增值稅 所以他跟公告限制 這背後是所謂的不動產所得稅 跟土地增值稅 雙軌並行 本質上這也是一個怪現象 這是怪現象 也就是說 財政部在做這個稅資改革的時候 他其實純粹是針對他中央所管理的稅服的部分 在進行改革 他對於既有的屬於內政部或地方政府 處理的土地增值稅的部分 他是完全不去碰觸 但這樣的不碰觸 就他短期內推動這個制度而言 可以把問題淨化非常非常多 讓他變得比較可以操作 但是他背後的交換就是 當這個稅資通過之後 可預見了 兩三年後 會出現另外一個亂象 而這個亂象 會逼著整個不動產稅資 必須全面大分休 所以說某種程度上來講 我不反對他現在這樣做 反正先踏第一步 這一步踏下去之後 其實不動產全面的稅桿 才會被帶出來 所以某種程度上兩三年之後 那個亂 反而是一個契機 當然這部分我不想多說 因為多說的話會怕被他們聽聽懂 反而把這個制度扼殺了 那就不好 好那另外是稅差別 稅率的部分 現在現在的版本是兩年以內 持有兩年以內賣掉你的稅率是20% 30% 那持有兩年以上 第三年開始是17% 然後按年 多持有一年 你要繳的稅就會減4% 然後最低可以減80% 所以當你持有23年之後 你賺到了錢 你實際上要繳的稅率 叫做3.4% 那是一個非常非常輕的稅率 所以說為什麼這個制度被人家喊 稅過輕 原因也在說 他從17%開始 還是一直減10% 減到3點多 那我再補充一下 國際上面 在這個所謂的 資本利得稅這個部分而已 有一個 非成文的一個共識 叫做20%的稅率 叫做完美的稅率 就是說你賺到錢的人 我給你科 20%的稅率 被科稅的人不會太痛 因為我的針對我賺到錢的部分被科 他不會太痛 但是如果你稅率太高的話 大家就會開始避免 減少那樣的行為 甚至想辦法去討漏稅 所以整個制度上面就會比較難操作 或者是對於市場的交易 會有所謂的避鎖效果 lock in effect 就會有這種避鎖的一個力量 所以說大概一方面 17%可能大家認為偏低 降到3點是有跟我們太理督 然後每年都要調 大家覺得太複雜 所以說這個部分 其實後頭 現在跟財政部溝通的結果 應該會有一定程度的改變 那另外一個部分 叫做日出條款 應該是2014 2014年1月1號 取得房產以後 才適用 就財政部現在的制度 是這樣規劃 那 這裡面我剛剛講 這是一個關鍵問題 那當然 財政部當初會這樣來定 他會覺得說 太早期的 叫太早期取得的人 我要賣掉他的時候 因為你要算他的所得 你要知道他原始取得成本 是多少 因為賣的時候 你知道他賣價 那他原始取得成本 你得知道 那他會覺得說 早期的原始取得成本 不容易明確掌握 這是一個說法 那另外一個說法 就比較稍微有點點理論的說法是說 所謂的法律不溯及既往 或所謂的信賴保護 OK 他們說法是說 過去買房子的人 並不知道 欸政府未來會稅支改革啊 會加稅啊 所以在買房子的決策的時候 他沒有考慮到這一點 所以我們不應該這樣子來對他 OK 當然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我必須說 某些法律學者是認同的 OK 某些法律學者是認同的 但這裡是值得討論的 也就是說 我們所謂的溯及既往 並不是說 我對於2010年賣房 已經賣掉房子賺到錢的人 我回過頭去跟他追稅 如果我回過頭去跟他追稅 那真的就是溯及既往啊 我是針對未來立法之後 才實現利益的人嘛 他可能是2016 2017 2019 才實現利益嘛 那我在對他那時候實現的利益來瞌睡 為什麼有溯及既往的問題 所以說這個議題本身就值得 被challenge 甚至往前講的比較更好笑是說 好如果說財政部認為溯及既往是不對 他幹嘛從2014 我剛剛這邊給 應該是2014 他為什麼可以從2014開始起算 因為如果真的他就要立法完成那一天開始起算 他可以怎麼可以到2014 因為20141月1號已經過了 好所以說這裡面其實本質上有一些 制度設計底下 為什麼其實財政部只是為了減少被他衝擊到的人 讓社會上反對的人少一點 讓這個東西能夠容易通過 更直接的講法是 他建商很多房子正在交屋 如果說現在交屋的這些人 未來要面對比較重的稅 那建商現在會很難交 所以說他有一些來自於建商財產的壓力 好我必須這樣講 所以當然這部分我們當然不支持 這是我最反對的一點 另外關於自用住宅的票份 是 我補充一個訊息 我細節我忘記一次 建商目前正在搶推案 然後目標是在兩年內所有案全部要推完 跟那個容積率 對 所以他們現在其實就是搶著要在兩年內 能賣掉多少就多少 所以其實這一個條款我的解副是很淡 叫做 過去炒房就地合法 就地 道德上也接受 不管了不管道德的 反正就地接受了 那這句話意思是說 2016年1月1日請不准炒房 其實他也就是這樣講 沒錯 現在管老師補充 沒有錯 確實是有這樣一個味道在 所以你就知道說 其實建商這個壓力或這個力量 對我們政府的那個影響 其實是多麼多麼的強大 那另外免稅門檻的這個部分 大家都知道 4000萬以上的自用住宅才要納入這個稅 4000萬以下的自用住宅買賣 是可以免稅的 對不對